美军宣布全面升级驻日美军的战机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海空军力量 其实它换了也没用 数量跟中国空军比差太多了 大家好 说起驻日美军 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 不少人就把驻日美军当成就是在殖民地的占领军 日本它毕竟是二战的战败国 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 在日本部署军队和军事基地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认为 对我们中国而言 战略态势其实没什么不同 以前我国东部主要是和日本的战略冲突 现在又加上了美国 往往是要面对美日两国的联合军力 这个压力其实比旧时代还要大 但是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 各军兵种都已经实现了更新换代 美日两国仅凭借现有的亚太军力 想封锁住中国 基本已经是不可能了 而美国当然知道这个态势了 所以最近美军正式宣布 准备彻底升级驻日美军的战机 花费将超过100亿美金 主要是把最新的隐身战机部署到日本去 想想也是美日对面的解放军 已经服役超过200架歼20了 未来可能还有歼35要服役 美军再不做点事情 就得被解放军按在地上摩擦了 但是要注意啊 增派新飞机到日本过去 可不是简单的把飞机飞过去就好了 还得换地勤人员 维护设备 更新弹药和其他的装备 这可是一笔大钱 以前美国还真不想出 可是现在不行了 再不出他就斗不过我们了 可能有朋友还不清楚 驻日美军到底有多少战机 我们这里先来简单数一下 首先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就是 加手纳其地 美军部署了48架F-15CD战斗机 加上日本航空自卫率的F-15J 以前是足够和中国空军较量一下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无论是美军的F-15CD 还是日本的F-15J 那都属于老家伙了 哪逗得过中国刚刚服役的新型战机呢 虽然美军打算把那些飞机都换成最新的F-15EX 但是F-15EX还在生产中 产能上不来 估计换完得很久了 其次是日本本土的三则空间基地 那里美军部署了36架F-16V战斗机 主要协助日本自卫队盯住北方四岛附近的俄罗斯群队 那里的美军打算换成48架F-35A战斗机 算是鸟枪换炮了 上面说的都是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本土严国基地 也部署了一些F-35B战斗机 美国海军陆战队表示 那里的F-35B也会增加数量 可就算美国能够全部部署完成 驻日美军的战斗机数量也就百余价左右 就算加上美军驻韩国的数十架新型战机F-35A 总数和中国现有的海空军实力相比 那依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我们不用关心美军的空心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更新速度 G-20的产能要稳住 G-35要加速登上航母 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美军他再要想在亚太耍横 那就没有那个实力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